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刚才嘉玲有提到说 朱立伦昨天晚上 替这些首页的国民党立委 来送宵夜 其中他看到 被称为傅国昌的黄国昌的时候 他就说 这是我们新北的 这是什么意思 黄国昌好开心 你看他今天尽力的表演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 朱立伦我认同黄国昌 这新北这一局 我的哭起朱立伦还是党主席 还是要听我的 黄国昌多开心啊 上次你看看黄国昌颤笑 像上次是跟韩国瑜拥抱的时候 你看笑到这个 笑到这里 那昨天的前天的 昨天晚上颤笑呢 是被傅昆琦摸摸头 颤笑也颤笑到这边 他再一个参笑就是 朱立伦送宵夜给他说 在我们新北的 他终于被认可了 可是黄国昌好奇怪 你明明就细子的 为什么你又 就是细子你不回去好好的服务 不好好经营 偏偏要去给人家拿三重 国赛市场 鲁桌国赛市场 我就听不懂也看不懂 事实上黄国昌 他的策略就是这样 这个国民党党内的 这个想要选的人 就是这个刘和然副市长 他明明就是侯友宜的新部 侯友宜的第一把交椅 当初侯友宜要选总统之前 其实本来就想要叫刘和然 去接这个代理 就是让他当市长 就是在那个连任的过程当中 其实本来是想要让他选 后来当然作罢 我就回到现在我们这个状况 所以刘和然一直在布置他的路线 一直不断在勤走基层 可是我那天在议会 对不起啊刘副市长 我公布我们两个对话 我特别跟他说 你要小心黄国昌 你看看他现在紧黏着侯友宜 会不会侯友宜有一天 因为朱立伦 其他国民党的压力 普君旗等等的压力 因为你选总统的时候 欠人家人情嘛 当你这一次 你要提你自己的人的时候 人家就会跟你说 不然你留一个人 我们的人来 你看黄国昌多开心啊 很快的哦 我们本来以前认为说 黄国昌可能会取代 柯文哲当民众党党主席 他不用啦 他很快就变国民党的 这个市长提名人了啦 你看他这一局 布置的多奇妙 所以你看哦 他蓝白合作 不只是在议案上面合作 他连私交都合作 如果私交没有到这个程度 怎么会说 这我们自己的 这我们新北的 就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私交不够 你怎么可能人家跟你在开玩笑的时候 你可能跟对方跟人家 对方会扒你的头 才能你看我也不会对你这样 我们认识那么久也不会对你这样 这是一个尊重 可是你看哦 这个民众党的议员陈士轩哦 他今天的直播 他就不敢了 因为昨天啊 黄国昌那一个举动啊 被大家指引 很多小草都认为说 黄国昌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以前都骂布布棍旗 骂说他这个很多的行责 现在更生人 那难道现在你要议题跟他合作 我们也姑且也可以接受 怎么会变成 他也可以扒你的头 所以陈士轩今天 那个傅坤旗啊 手又伸手又扒头 你知道那个 陈士轩多奇妙 赶快 不行不行不能打我的头 你看看 连陈士轩的sense 都比黄国昌够 但是你反过来讲 我跟你讲主持人 其实黄国昌哦 他觉得好开心啊 我终于一个一个收买国民党的心 到时候国民党要提名 比民调 我肯定赢过刘和然 好就算你不提名我 你提名刘和然 我也会让你变成 新竹的刘林庚人啊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 可能是刘和然之外 其实现在国民党也有一个声音 也有可能是现在的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也被点名 这两大副市长 可是如果就算没有 毕竟这个新北市是全台 难营的最大票仓 还有刚才这个 淑华还是名誉也有提到说 这个像前几天 黄国昌还问张家俊说 你姑姑 他也讲说你姐姐是不是要选 因为他就是觊于新北市很久了 他是卯交之心 路人皆知 因为他想要确定 到底国民党会不会礼让他 可是国民党没人了吗 因为除了刚才 嘉玲提到的刘和然 然后另外还有李四川也被点名 事实上也有人点名是洪孟凯 他是这一届113立委 全国这个蓝营 全国这个选票最高的 另外还有副市长李一华 那当然还有我们刚才 被认为是姐姐的姑姑张立善 这边也想问一下靳妍 你们没人吗 当然绝对是有人 人才积极 而且讲真的 国民党就算真的再惨 也绝对不会惨到 要让黄国昌选 或者是你让黄国昌 如果真的是这样 可是你们朱立伦这样说 朱立伦去 因为昨天 昨天他是去关心我们的立委 探视他们 然后刚好民众党在旁边开直播 然后看到吧 他就一个个打招呼啊 像他看到林真宇还在说 哦长得比你爸爸漂亮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当然是比他漂亮 然后看到黄国昌选就说 有有有这个我们新北的 大概就这样子了 但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互动 不过我要讲一下黄国昌这个 就是说他面对这个张家俊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张家俊是这个 张立善是张家俊的姑姑 那黄国昌会不知道吗 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跟你讲他真的不了解 真的 他要选新北 连云林同乡 云林的这个名人 是什么关系都搞不懂 他怎么选新北啊 这个就是议员不了解黄国昌了 黄国昌是故意的 黄国昌在套话了就对了 他为什么要套话 很简单嘛 因为这个前面媒体已经有爆派了 所以说大家都已经有这个 敏感度跟提防心了 还要是直接开门见山的问张家俊说 你姑姑要选新北吗 张家俊可能会 然后可能跟他这个四两拨千金 所以他换一个方式嘛 他说听说你姐姐要选市长 然后张家俊就一时的说起 你在说什么 然后就会想说你再讲谁啊 我没有姐姐啊 你说我姑姑啊 没有没有没有 画是不是就被他套出来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是心机很重啦 他是要故意想要套这个张家俊的画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做很 不是很聪明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新北市我们有云林同乡会 大部分很多人都是从云林移上来的 你好歹不管不分蓝绿嘛 这个我现在的云林县县长 你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名字 黄国昌这样子很不聪明啊 一点都不尊重啊 而且讲这你去问人家这件事情要干嘛 难道人家不选就会影响到你吗 不管怎么样 国民党你说第一下有被点名的 李四川这个双北他都当过副市长 高雄也当过 然后经验非常的丰富 也当过行政院的秘书长 然后人和非常的好 就是说他自己说他拿铁锤的 第二个你说孟凯 孟凯这是选这个全国第一高票 然后这个又年轻 然后各方面他过去的经历资历也都很不错 然后再来你说这个刘和然 刘和然当然你说他从这个老师开始 然后教育局长啊 环保局长到副市长等等这些 历练都很完整嘛 黄国昌是什么 就只会咆哮嘛 然后这个当立委 然后这个计升完 时代力量完 现在跑来计升这个民众党 然后连这个系子 哎拜托 讲到这个我就气 对本来在我们系子选立委 选一选然后咧 他真的是选到怕了 选到自己都怕了 怕了不敢再选了 对不对 史上第一人 被叫做却战神 黄国昌这个应该是史上第一人 所以你连 最基本的 应该人家都在讲说 你会有一个本命区嘛 不管你选什么 你说立委选市长 大家会讲说你有本命区 像讲完你就会觉得说 他可能在松山啊 中山他应该要选的比较好 你说这个 比如说赖清德选总统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他台南可能要拿的比较好 那黄国昌的本命区是哪里 照理说应该是讲系子啊 可是系子是选到 连自己都不敢选 然后他硬推一个 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 这个佳伦站起来 佳伦敬礼 佳伦坐下 这个佳伦出来选 然后咧 选的还更差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民进党还推这个赖品渔嘛 所以他们还排名第三名 所以说黄国昌可见 他就是一个看风向就会转弯的人 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说黄国昌太认真啦 因为这个我觉得他也不一定真的会参选 他只是讲说什么 他说民众党 这个八个立委里面只有一个 有签这个两年条款 那个人就是我啦 自己跑出来讲 还顺便这个 亏了一下其他同事 对不对 其他人不愿意签 然后他后来就想说 我是一定会辞职去选举 可是喔 党内也有人在跟我讲说 新竹跟桃园 也是要考虑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用太急着替黄国昌找工作 对 他可能最后跑去新竹或桃园去选 他现在喔 黄国昌现在连那种小社团的小活动 不到一百个人他都在跑 我可以出示一张照片 是我刚好签名签在那旁边的喔 那个活动是一个慈善活动 好小的活动他还在跑 在那里在板桥 所以你看他细使不顾 他顾其他地方啊 他就是需要国民党官的眼神 两年到以后 他就到国民党去了 国民党的人要加油 对但竟然说的也有可能是真的 是不是黄国昌没有我们想的这么单纯 天真傻白甜 因为他可能是故意想要混乱一下 新北市他们的选情 还是他这是一个所谓的政治保温署 他这一次先试试水温 两年之后 他可能目标其实是2028的立委选战吗 明韵姐你怎么看 他是不是在这个政治保温 其实我觉得不论如何是在政治保温 或是说怎么样 他现在就是在获取国民党的关爱啦 对你看他 可是你看刚刚不是在讲说 他这个去拍那个张 跟张家俊的那段对话 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在 拍张力善的马屁 但是你是不是也得罪了张家俊 张家俊会说天哪 他是我姑姑耶 对他怎么是我姐姐而且两个人 对你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啊 然后我觉得 很简单的道理什么关系全台湾都知道 只有他不知道 好不管他知不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我就觉得你 即便大家觉得你去拍张力善的马屁 但是你也得罪了张家俊嘛 什么张家俊我已经很不爽了 不管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国民党啊现在为了要 就是说现在要对抗民进党 因为毕竟你离选举还有两年的时间嘛 所以他现在就是先跟黄国昌 他先keep住他 因为国民党现在暂时没有人选 那我觉得是两边现在是相互利用相互需要啦 因为黄国昌他希望得到国民党支持 他最大的如意算盘是说你国民党不要提人 就刚刚你不是点名了很多人吗 看起来这些人要吗 就是说李四川可能想选的这个心思还没有确定 那其他的人像刘和然或是洪梦海可能气候 一个是可能知名度不够或者说还不成气候 等于说在国民党没人状况之下 黄国昌的如意算盘是希望你国民党最后不要提人 然后甚至来支持我 那对于国民党来讲他现在需要民众党 因为国民党的根基还不算稳 而且是脆弱的多数嘛 他可能希望国民党黄国昌 你民众党这边来支持国民党 所以对他也算是四出友好 把他视为友军 那最好是可以收边 可以直接收边那边 所以等于说两边互相利用互相需要 所以这种客套话 可是我觉得秘业期到什么时候 秘业期大概顶多到今年 到今年年底或到明年年初就没了啦 等到国民党 刚刚大家讲的很好嘛 国民党是新北市是最大最大 人口数最多的一个选区 他国民党在怎么样烂 在怎么样不计 绝对不会把新北给你黄国昌的啦 他现在只是在利用你黄国昌 等到他开始提名自己人的时候 你国民党早就被踢掉了 国民党快黄国昌只剩下两条路嘛 你要嘛就是去加入国民党 那对啊 可是台湾讲你会觉得不可能吗 因为以黄国昌换党的速度 他从时代力量 光谱时代力量 然后现在跳到民众党 民众党未来跳国民党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好那就算退一百万步不可能 那等到说国民党 等到有自己的人选的时候 他就跟国民党撕破脸 他们两个现在的蜜月期 我觉得一定要先把这个嘴脸 先把它记录下来 你怎么样被傅昆奇摸头 然后怎样被收编 然后傅昆奇逼逼 你就要跑第一 我觉得这些话术啊 全部通通都要记录起来 等到黄国昌跟国民党翻脸的时候 这些话都可以再把它播出来 对好黄国昌他今天在立法院是战神 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是现场最新 我们记者连线戴怀的画面 好本来刚才我们广告时候还看到 好像这个气氛有点融洽在休息 现在是不是进入朝鲜协商的状态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是国民党立委 依旧大家护送的韩国瑜 是不是要离开现场了呢 好这包含罗廷伟 鲁明哲 万美龄 那韩国瑜在这边他们在讲什么 好我们听一下现场 立委要进来 里头的立委张大俊他现在要请韩国瑜离开现场吗 这一头女战神徐晓星 好意思是出所长 是要主持了 好 好我们先烧进广告 等一下就去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